《阿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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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 您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走遍中國》 1961年 美國開始實施 《阿波羅》計劃 人類第一次 將雙腳踏上了 月球的表面 從計劃開始實施的 第一天起 宇航員在太空吃什麼的問題 就被列為重大課題 進入了科學家的研究視野 漫長的太空旅行當中 相對於主食 蔬菜和水果 如何保鮮 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於是脫水技術應運而生 直到今天 脫水蔬菜依然是 航天員太空飲食當中 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當時的脫水蔬菜 因為科技含量高 因而售價非常的高昂 僅僅是人們心目當中 渴望而不可及的太空食品 但是到了今天 脫水蔬菜其實早已經 褪去了太空食品的光環 走上了千家萬戶的餐桌 我現在要帶您去一家大型的超市 去看看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經常要接觸到的脫水蔬菜 有哪些 因為平常並沒有特別留意 幾經周折 記者終於在超市的乾貨區 找到了脫水蔬菜 我看這兒啊 您看有粉末的 這樣的脫水蔬菜的種類 還有像薰衣草茶 玫瑰茶 五行蔬菜湯等等 甚至有這個泡飯菜 種類可以說非常的多 最近幾年在市場上 脫水產品的新品種不斷湧現 技術水平也逐漸升級 但主要的消費群體 是一些相對高端的客戶 消費者的認知程度也比較低 然而有一種脫水蔬菜 卻是我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 說到脫水蔬菜啊 您可能很陌生 但是提到方便麵呢 您可能又非常熟悉了 在市面上我們看到的 這些紅紅綠綠 各式口味的方便麵裡頭啊 都有一包小小的蔬菜包 這個蔬菜包呢 就是脫水蔬菜 您更不知道的是 這些方便麵包裡的 像胡蘿蔔呀 白菜 香蔥等等 有一半以上 都產自於中國的江蘇新化 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 新化現在已經擁有了 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 兩種脫水蔬菜生產技術 熱烘乾燥技術 用高溫將蔬菜中的水分蒸發掉 更有冷凍乾燥技術 將新鮮蔬菜低溫冷凍 再利用高溫物化進行乾燥 這樣生產出來的脫水蔬菜 不但色澤鮮豔 更使得鮮菜90%的營養都不會流失 幾乎所有的蔬菜 都可以適用於這種技術 最近幾年 因為國際市場的需要 這裡已經逐步開發生產出 對技術要求非常高的脫水水果 我能嘗嘗嗎 可以可以 嘗嘗啊 你看它裡邊 導流得非常完整 它雖然是冷凍的一個技術 但是裡面的籽 包括它的這些纖維都能看見 它比這個我們吃的 平常新鮮的藍莓呢 沒有那麼酸 更甜一點 非常脆 我看這還有別的 這個 這個還有咱們的樹梅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 我想這是蘋果吧 它跟這個餅乾一樣脆 口感非常好 原汁原味的 它比那個油炸的那種 感覺更香脆一些 沒有那麼油膩 而且它這個可能沒有可翻炒 它沒有那種很濃的油味 很好吃 經過脫水加工之後的水果 幾乎完美地保留了原來的味道 那麼普通的蔬菜脫水之後 吃起來又怎麼樣呢 我們來到廠裡採購員 張士杰的家裡 因為妻子在生產線上做製檢員 工作比較繁忙 因此平時都是由老張來主廚 全部都是脫水蔬菜 因為都有什麼呀 這都是 青椒 紅椒 這個高麗菜 這是高麗菜 這是紅椒 這是紅辣椒 辣椒都有這個脫水的 有甜的有辣的 它已經非常的乾了 你看 已經幾乎是沒有什麼水分了 沒有水分 但是它有一種芋頭 好像炒過的那個味道一樣 現在 脫水菜也叫做覆水菜 意思就是 再過一遍水 就能恢復成新鮮的蔬菜了 只要這麼一泡上四大碗 基本上就能做個四五道菜了 對 真方便 對可以 現在已經聞到一種 一點兒香味了 對 清鮮味 對 很清淡的 這個原料 這個原料都是我們基地上的原料 嗯 這個去吃了以後 他們有農才 嗯 對 身體吃了以後 僅用了十幾分鐘的時間 張仕傑已經為家人準備好四個菜 我們吃驚地發現 連蔥 薑 蒜這樣的輔料 都是用脫水的 這是什麼呀 這就是 蒜片 這是蒜片呀 對 醬汁的 哇 你看 這麼薄了一片 我這心情還挺不一樣的 因為第一次在廚房 我們做的都是脫水蔬菜 不知道它做出來 跟新鮮的蔬菜區別在哪裡 挺香的 真的挺香的 放下去它很安靜 您放蔥 我們從地裡 剛割的蔥不行嗎 這個蔥 有時間的話也可以 嗯 但是呢 我們一般的上班的 像我們 我們都說 人口是都上班 沒有時間 到家裡是用那個姓陳的 它脫水蔬菜 脫水蔥 脫水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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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複雜的蔬菜 一切合成 也不過耗時十來分鐘 你看 這是一道熱氣騰騰的脫水蔬菜 我從來沒有像今天 這麼期待一道菜 因為你知道嗎 像這樣的脫水蔬菜 它能運用到航空 航天啊 遠洋科考等等 還有我們邊疆戰士 它吃不到這樣的 新鮮蔬菜的地方 臨近中午 妻子和孩子都回到了家 一家人的午飯馬上開始了 最喜歡的這道菜 嗯 這道嗎 這道菜是叫旺豆 就是我們生產的特殊宇宙 跟那個幸運的材料 這個豆腐材料 混成這些做的 這道菜很有農村的味道 為什麼是農村的味道呢 你嘗一下 農家菜 我猜我們家做 我們這裡過春天都吃這個菜 過年的時候 每一家每一口都吃這個旺豆腐 它這個旺豆腐啊 確實非常香 這個香芋它呢 比我們從田裡的新鮮的香芋 更加的這個脆 而且呢 口感吧 它更緊實一些 看來這個脫水蔬菜 還真的是不簡單 帶來方便的同時呢 還能很好地保留蔬菜的營養和味道 其實呢 食物的保存 自古以來就是全人類 一直面臨的挑戰 自古至今 世界各地的人們 慢慢地發現用晾曬啊 醃漬啊 還有風乾這樣的方法 都可以把食物保存得更久 或者說能夠更快捷地享受到食物 而對於食物進行脫水加工呢 只不過是這中間 更具技術含量 更為工業化的一種加工方式 自從脫水場 雨後春筍般地 在舵田鎮出現之後 舵田人的生活 也在發生著變化 每天下午的五六點 寂靜的河道上 開始熱鬧起來 一船一船的香蔥 被送往鎮上幾十家 大大小小的加工廠 雖然有了公路 但水巷的居民 還是保留了船 這種他們最熟悉的運輸方式 為了方便村民的船停靠 鎮上的脫水企業 一律言和而見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 第一家脫水加工廠 在舵田出現 這個產業就開始關係著 每一個舵田鎮人的生活和生計 也是古老的村莊 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王駐善 舵田鎮王航村村民 他的脫水加工廠 是鎮裡企業的領頭羊 在他的帶領下 我們來到王航村 這個昔日 連一條進出村莊的道路 都沒有的貧困村 這個就是我們王航的新村 通過二十多年的打拼 整個王航 現在每家都有幾道房子 拆農村 每家有一套不素 每一拆城裡 每家還有一套不素 還不像每家 每家嗎 對 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這個不像農村 由於我們農民 他們每家每戶 都參與我們工廠們的工作 對 加上資質 種品也不會停的 這樣它會資金方面 包括省力方面都有的 有這個人力去進行的 向您呢 您家有幾套 正常我們有兩千套 像是套房子 在這個村裡有 我們場裡有 市裡也有 然而 離新村僅數十米之外的 王航老村 呈現的卻是另一番傾向 二十年前 王舟山還是村裡 遠近文明的木匠 這幢老屋 就是他做木匠時 蓋起來的 這個是我們 當年三十 我們兄弟幾個 一塊在這個 班廳裡面送你照片 對 一家人 一家人 這是我的父親 這是我老大 老四 老三 老五 我的叔叔 叔叔 對 您有五 兄弟五個 五個 對 那他們現在都在幹什麼呢 現在都是我這個行業 當時我是我第一個走向這個行業 開始把這個路鋪開了 然後把他們一個個都帶上 同時我們整個村的都是按照我這個模式 把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帶上去做這個行業 你們村的人現在都看這個 對 對 對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王祝善偶然地發現了 一直潛藏在自己身邊的商機 這個兔魚塑的主要是供應給方便民工廠的 由於我找不到這個方便工廠 它退了一個機會 我才火車上垃圾桶裡面 找了一個方便民袋子 因為上面有的電話號碼 那我就找過去 在火車上撿了一包方便 方便民的袋子 人家那一下就給他們帶著 他們有地址有電話號碼 然後我就順道的地址電話號碼找過去 找到這個工廠 那工廠在哪裡 那在河南的南建村 今天的王航村 已經成了遠近聞名的別墅村 王祝善的家人 都已經搬離老宅住進新村 這是我私地的房子 它是親近的建的 如果現在新建的比這個好多了 這挺豪華的 對 不說怎麼 一般的一套房子都在 一百萬左右吧 像這樣的 對對對 那前面呢 我的弟兄們前面都有房子 並且在我們這個 昭陽湖 皮素區我們每家 每一戶都有 是我的弟兄 至乎每家都有房子 在這裡我們還發現 整齊畫一的三層別墅的底層 都有著特殊的用處 您好 您是這家的主人嗎 不是 請您過來幫忙的 你們經常就在這個一樓 做這些蔥的加工啊 脫水產業啟發了許多村民新的思維 更給了他們新的身份 時至正午 路上行人稀少 因為他們每天都要去脫水場 按時上下班 這裡是新畫 是一條非常普通的鄉村公路 一條公路隔開了兩個鎮 在這條不足三公里長的公路上啊 每天有一萬多位工人 在這裡上下班 從企業家到員工 他們都來自於附近的村鎮 這條路直到現在都沒有名字 然而 卻以每年高達二十幾億人民幣的產值 成為多田人心中淫意為傲的財富中心 同時 這裡也成為了多田人 實現自己人生價值和理想的舞台 楊洪宇是鎮上最大脫水場的財務總監 因為工人人手不夠 我們見到他時 他正在幫忙裝貨 多田鎮土生土長的他 十四年前 結束打工生涯回到鎮裡 看到我們這邊那個 這就是這樣 起業搬得挺熱火朝天的 在外面也是賺錢 在家裡能假如幹得好的話 那不就更好了嗎 又能照顧 財資是賺得比外面多嗎 當時也不確定 當時也不怎麼確定 其實是說什麼 首先要照顧到 能照顧到家裡 馬上又要娶媳婦了嘛 正好 正好其實打算回來 試一試來看看怎麼樣 開始其實翻這嘎翻線 走去住的原始 這個不命的住期啊 然後住了一年多吧 感覺還是不錯 從去住的一個月拿一千塊錢 然後慢慢的逐步的 逐步的現在 現在有多少 現在一個月能賺到一萬塊錢 翻了十倍 十倍十倍對 十幾年翻了十倍 九十年代初期 脫水加工產業在墮田迅速崛起 對人才的需求吸引了許多 像楊弘宇一樣的年輕人 又回到了家鄉的村莊 成為了企業的中間力量 這是我們3月份出口的那個 曝光單據 我現在要把它申報到 國稅系統裡面 現在等於在報稅 在報稅 對 這個我看還挺多國家的呢 對對對 我能看看嗎 可以可以可以 這是美國的 美國的 對 還有巴西 巴西的 對 挺多國家的 對 我們這邊正常貿易的 有十幾個國家 像您每天都是要處理這些 國外的這個報稅啊 包括等等的一些合作的東西 我們這樣的 這邊我們是現在出口的量 在這個我們整個銷售的 百分之六十左右 所以這些單據也是比較多 百分之六十嗎 百分之六十出口 對 就一個月吧 的交易額有多少 我交易額是美金還是人民幣 總共就是 合算人民幣吧 合算人民幣一千多萬 一個月 一個月 附近的村村老百姓啊 也是挺富有的 我就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吧 我們是個小鎮 在全新化人口裡面 可能是 人口很少的一個象征 只有幾萬人 但是我們這邊這個 農民的存款啊 在農業商業行的存款 排名在青十位 高品質的多甜蔬菜 給這裡的脫水場 帶來源源不斷的客流 鎮裡的田間地頭 就經常會出現金髮碧眼的各國客商 謝謝 它可以吃這些 可以翻牌 它很自然 所以你可以展示 你們能夠直接吃 沒有食物 讓我試試 真的假的 是這麼吃嗎 當然可以吃 可以吃 特別 Polters来自美国芝加哥 一家食品公司 对这里产品的绝对信任 使得他的公司 跟新化的脱水加工企业合作 已经超过十个年头 每年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 他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起 脱水蔬菜 在他的国家是如何使用的 它是用了在各种程度上的选择 在市场上 它可能是凉拌的 煮食,煮食,煮食,煮食 它是用了在煮食,煮食,煮食 所以它是一个大量的市场 凉拌的凉拌咖啡 然后它是用了为各种计划 例如空间的计划 就像這樣 你需要什麼 它不充滿空間 所以你能把空間放進空間 你能把空間放進空間 它不充滿空間 你能把空間放進空間 其實在脫水食品出現之前 太空食品都是裝在 牙膏形狀的容器裡 也被叫做牙膏食品 裡面裝著牛肉薑 蘋果薑 菜泥等等 吃的時候 宇航員也要像擠牙膏一樣 把這個食物擠壓到嘴裡 尤其是蔬菜做成的菜泥 當時這個味道 是很多宇航員不滿意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脫水蔬菜技術就應喻而生了 它完美地解決了宇航員 在漫長的太空旅行當中 吃不到新鮮蔬菜的難題 現在脫水蔬菜的應用 可以說是非常地廣泛了 除了我們熟悉的方便麵包 素食的湯 蔥油 餅乾等等 其實連冰淇淋裡頭的草莓 也可以是脫水產品 我們不知道是誰 第一個把脫水蔬菜做成蔬菜包 放進方便麵裡的 但是這無疑將遙遠而尖端的 太空食品帶進了我們的 日常生活當中 而新化之所以能夠成為 中國最大的脫水蔬菜集散地 也是因為它有著 樣貌奇特的耕地 非常肥沃的土長 以及遠近文明的高品質蔬菜 三月的新化是香蔥的天下 河網密布的舵田裡 綠色蔥籠 現在正是香蔥收穫的季節 多田鎮農民夏俊台一大早就出了門 2013年一部空前火熱的紀錄片 使得他和家鄉的芋頭有了不小的名氣 然而夏俊台認為 真正改變他和村莊命運的 還是家門口開啟的脫水加工廠 三年前49歲的夏俊台 結束了在外打工的日子 從上海回到家鄉 又重新做起了菜農 我們現在家裡有脫水產老家 我們是出口啊 在我們本地啊 都有賣那個方便麵 特別配料 裡面去我們這個是蔥裡成分 其實那就是香蔥味 以前沒有這個加工廠怎麼辦 去到城裡邊去賣啊 到泰州啊 遠啊 一百多里的 那怎麼 小花蔥花呀花呀那葉花 年輕才到 到那裡都要年輕了 那太可惜了 沒有辦法甚至 去出口打工的 到城市裡面打工也賺到錢 後來又您等於又回到家裡來了 對 又開始重新了 人家有的人賺到錢 人家不回來啦 這個現在形勢好 他們已經知道了 有許多人家也不利 農民也就回來了 祖祖伯伯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 夏俊台 經歷了離鄉再回鄉 他說人在異鄉 鄉家的時候 最懷念的就是這舵田裡的香蔥味道 讓夏俊台驕傲的舵田香蔥 遠近聞名 質地脆嫩 含水量極高 你看 我看看 是很粗一個 水淋淋的 你看 聞起來很香的 聞聞 香不香 香 隔這麼遠就香 非常脆 水分做 你聽這個聲音 一下就掰掉了 好 一拔就能拔掉 非常輕鬆 用刀一切 是吧 對 就行了 很好的 夏俊台的家 在新化成東的舵田鎮 這是一片樣貌奇特的土地 四面環水的舵田之間互不相連 被河道分割的舵田 如同海上一個個小島 舵田全鎮約有兩萬畝這樣的耕地 如果按平均每舵兩畝的面積計算 全鎮就有上萬個舵子 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這一塊都是鹵尾蕩 地是很低 咱們新民沒有辦法 怎麼種糧食呢 人工挖河 把挖出來的土放在上面 形成一個一個的小舵子 土舵子 所以咱們這個地方又叫舵田 它等於是人工挖出來的 一個舵田的面貌 對 它以前就是一片淤泥地 一片淤泥地 一片淤泥地 都是鹵尾蕩 那個 四十年以前 本地的農民 把這個土挖出來 在鹵尾蕩 蕩乾了還能當彩虎蕩 高祝華 是全國蔬菜脫水加工產業協會的會長 他說 脫水產業之所以能在這裡興旺起來 絕非偶然 奇特的舵田 給這裡的蔬菜 提供了獨一無二的生長 環境 這個土還真是非常肥 你看 這個 黑土 你看 我看見一點了 這不就是嗎 看這個 這不叫鹵尾根嗎 鹵尾根 黑的 這個 是吧 對 還有這種是嗎 對對對 就這種土 這兒呢 黑 一拔下去一根出來 這兒 這種就是了 是吧 對對對 這個土以後 它就是跟這個雷土啊 通過這個 淡化以後 就變成這個黑土了 是 這個土特別有營養 咱們西民 在這個水鬧比較嚴重的情況之下 把下面的土挖上來 堆一土成舵 那這樣的土呢 堆積成了以後 通過這個 自然的這個 這個 鹽化 鹽化 來形成這樣一個多一個多一個多的這種 形狀 那麼這種形狀呢 它的排序功能特別好 透氣性強 這樣的土呢 適合這種時候的生長 嗯 所以像這種黑土 包括黑土裡面 它不斷的這種 那種翻心板 虎著這 虎著這裡面 到今天脫水產品的品種 已經是五花八門了 涵蓋比如說蔬菜 水果 調味品 保健品等等 新化的脫水蔬菜企業呢 現在已經達到了126家 幾乎全部都分佈在城郊鄉鎮 帶動了附近30多萬戶農民的就業 中國呢 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 脫水蔬菜生產國和出口國 退去太空食品的光環之後 脫水蔬菜不但豐富了百姓的餐桌 更創造了實實在在的效益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感謝您的收看 再見